韓星李准基主演的韓劇Again My Life 在韓国收视率是一路的上扬 蝉联周六收视冠军的宝座 为了答谢粉丝 李准基在IG上传出了练舞的片段 伸手矫健不输给专业的舞者 虽然李准基很谦虚的说 他自己是边看赛的MV边学跳舞 要粉丝不要有太高的期待 不过从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 李准基浑身充满了舞蹈的细胞 高难度的动作都难过倒他 原来他是跆拳道黑道三段 高中时还是国家代表队员 并且成为学校舞蹈团体的一员 也让粉丝惊呼 真的是被演戏耽误的舞者了 汪小飞被狗仔爆料 婚内出轨 转为爆料前妻大S 长期服用违禁药品 虽然秒删的贴文 但是连大陆网友都看不下去 骂汪小飞太没品了 还跑到黑人陈建州的微博留言说 汪小飞又欠揍了 要陈建州赶快去教训汪小飞 因为之前的汪小飞妈妈张岚 在直播中说 陈建州跟汪小飞政见不同 把他的儿子压在地上打 虽然汪小飞否认被打 不過大陆网友信以为真 对于爱女大S被控服用禁药 S妈是大哭澄清说 西元自从生儿子之后 就癫痫复发 长期吃抗癫痫的药物 也因为压力太大 有吃抗压力的松弛剂 这种药物都是医生所开的 至于汪小飞说 月付一百万给大S S妈解释 钱是拿来付小孩的生活费 教育费 并不是单独给西元的 要前女婿汪小飞留一点口德 不希望两人离婚撕破脸对簿公堂 根据中天快点TV所掌握的最新讯息 艺人大S徐希元跟汪小飞离婚之后 两人的生活一直都是外界所关注的焦点 那么前者跟南韩歌手 居今夜闪婚震撼的台韩两地 而另外汪小飞却是多次的被爆料 或这个婚内出轨 二十五岁的女星张盈盈 之前更是点名大S服用的 违京药品在山文 离谱的举动也引来了大批的骂声 而对此资深狗仔葛思琦 日前就直言将要曝光手中的证据 而他今天受访的时候强调 一定会在十二小时之内 给大家一个交代 艺人曾宝宜日前染疫解除居隔之后 昨天在脸书写文抒发染疫的心情 他说七天前我的快筛出现了两条线 发烧两天快筛都是阴性 反而是退烧之后开始喉咙痛 两条线开始出现 确认不是感冒而是中招之后 反而心情平静下來 他说七天那就七天 所以他也谈到在家居隔十天 加上他前两天发烧自己怪怪没有出门 他就仔细观察自己的身体 一点一点的变化 他说发烧的时候全身酸痛 连走路都止不了身 退烧之后喉咙痛才是魔烤的开始 他说非常痛 非常痛 谁跟他说轻震 那他会想杀人 好 来看到日本魁围了两年解封外籍观光 将在六月十号开放团体游客入境 那么当局是以实验室职 来事办小型的旅行团 为放宽限制做暖身 但是才上路三天的时间 就传出了有一名泰国团员确诊 这名旅客所属的观光团的行程 紧急中断 确诊者的同团旅客 也暂时被留在旅馆隔离 日本观光大解禁 亏为两年宣布六月十号起 开放团客入境 目前已经有几组实验性质的 小型团客全日本爬爬造 却经传有游客玩到一半 验出了阳性确诊 四人一组的泰国级游客 参加五天四夜观光行程 一行人在27号从泰国抵达福岗县 29号预定在大分县内观光 30号上午其中一名游客 表示喉咙痛身体不舒服 进行PCR检测结果是阳性 被紧急转送隔离设施 而其他三名游客PCR暂时阴性 也被送回旅馆隔离 整团形成喊咖 到底是在泰国染疫 还是入境日本才染疫不得而知 事实上日本试办小型旅行团 共有美国 澳洲 新加坡 泰国 四国十五团总共约50人参加 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打满三剂疫苗 不过日本街头随便一拍 没戴口罩的几乎是外籍面孔 一名英国游客才踏出饭店 就被导游纠正叮咛 日本大局开放各国游客入境 显然危机重重 台湾也被列入低风险国家 入境免隔离就能团体旅游 只是这回出现了燃疫者 是否会影响六月放宽团体课行程 日本当局恐怕也陷入两难 好来看到阿扁确诊了 陈水扁今天在脸书表示 昨天晚间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快筛阴性 但今天早上的快筛是阳性 经过的医师判定是确诊 他说呢要居家隔离 不小心染疫对不起啦 请大家多注意一下 自己跟家人的身体健康 天佑台湾 这是陈水扁最新的贴文 好现在疫情持续紧绷 推荐给大家可以使用我们 旺旺水神的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大略有8平的话 那么可以选择这一组 好如果你会说你的空间比较小 推荐给大家另外一组 80M的容量的雾化器 在哪里购买呢 就是到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能够买得到